大家好 上集我们做的墨西哥坎坤利斯卡尔顿 这酒店品牌呢 是属于万豪酒店集团的 考虑到之后的很多酒店应该都会大概率牵涉万豪酒店集团 所以这期呢 我向凯悦酒店集团那期 说说这个万豪酒店集团 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公司 总部 位于美国 马里兰州 贝塞斯达 中文呢 贝塞斯达 这么个小地方吧 其实还是下属在马里兰州蒙哥马易县 并且属于一个没有成建制的自然聚集区 可是你别小看这地方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也算是最近美国抗击肺炎的指挥总部之一了 美国国家海军医疗中心 还有大名鼎鼎的洛克希德马丁 就是国防部最大的承包商 全在这 回想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开车途径马里兰州 都是直奔巴尔利摩 或者是华盛顿 下次我要再经过 我真得摩拜一下这个世界最大酒店集团总部 万豪 跟我上上上上上上上提到的 凯月子集团一样 有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也有个初号 因为这个马里兰这个发言跟马里奥很像 所以经常住万豪酒店的小伙伴们也喜欢昵称叫马里奥酒店 之后提到万豪我有可能会以马里奥的习惯代称 截至2020年4月发稿 全球范围内万豪集团旗下30个酒店品牌 员工可想而知 数以万计 这个庞大的万豪帝国 从1927年 由J.Wild Meryl 和Alice Meryl 这个夫妇俩 白手起家创立的 最开始呢 只是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开了一个啤酒小店 也就是那么一排吧台 最多呢 做9个人 但是卖酒呢 你得有下酒餐的 所以呢 又推出墨西哥风味的那种热辣菜品 把店名 改了个后世看起来的通俗易懂的名 The Halt Shopee 之后呢 思路跟肯德基爷爷故事一样 扩张 连锁加盟 1936年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年 开始呢 在路边为司机提供路边停车的车上餐饮服 Car Site Service 脑谷就是现在麦当劳这个Draft Thru的这个场景的原始版 这个思路一旦打开 又过了一年 也就是1937年 他们服务的送餐对象 不光地上跑的了 开始为天上飞的也送 各个航空公司配送集餐 直到1956年前 万豪一直自我定位 是处在餐饮街的 1957年是一个分水令 Bill Marriott 也就是这两口子的儿子 跨界杀进了酒店业 开了第一间汽车旅馆 对比一下那期咱们讲的凯越的成长史 凯越集团的第一家汽车旅馆 是1957年9月27日 同样也是1957年 我特意查阅了一下美国当代史 1957年到1958年 是美国1950到1999年中间的第2次经济危机 其余两次经济危机分别是1953年到1954年 和1960年到1961年这两个 我不是学经济出身啊 只是单纯佩服这个Bill 在经济危机中依然看准方向果断开拓 参照当下的疫情 导致的这个经济现状 各位小伙伴可能从万豪的成功例子里边 也能有一些启示 截止1982年 万豪品牌酒店达到100家 还搞了个第100家庆祝在这个夏威夷 时间跨度啊 咱们来到2016年 炒美股的都知道2016年那个年末 喜达乌集团被收购大战 期间咱安邦啊 也试图搏一搏 不过最后煞鱼而归 万豪呢 由此完成了喜达乌集团的收购 至此万豪旗下拥有30个酒店品牌 5700多家酒店 酒店房间超过100万以上 通过整合啊 万豪把30个品牌 划分为4类 这里面呢 既有原来万豪集团的 也有原来喜达乌的 说实话 像我这种喜达乌集团已经 这种根深蒂固概念的人 有些品牌还是一厢情愿的 归为喜达乌 不过我们要面对现实 第1类 奢华品牌 爱迪逊 奢华同时又有时尚的元素 电音选手 一定不陌生 三亚爱迪逊酒店 三亚跨年电音节 这家爱迪逊酒店 都得提前三个月做育定 利斯卡尔顿品牌 上期的坎坤 万豪旗下 最奢华的品牌酒店 没有之一 也有个苏章 利子 他这个小狮子公仔 带小朋友入住的话 可以跟酒店管家免费要 当然如果你同心未敏 这个也可以有 当然对这个品牌的总结 一言以蔽之 利斯 只认钱 豪华精选品牌 这个品牌属于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按锅德纲那段子 不同的豪华精选 酒店之间的差距 有六扔那么远 你比如说上海恒山路12号这个豪华精选酒店 截止发售2020年的4月 已经宣布摘牌了 豪华精选酒店 大部分是选择有历史沉淀的酒店 但是呢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历史感没有着 剩的全是沉淀渣子 瑞吉品牌这个品牌以前是喜达乌集团的 当年是为了跟利斯卡尔顿打擂台创立的 现在一合并 很直观的感觉就是 反正门市价比利斯卡尔顿低一些 老实说呢 跟利斯卡尔顿品牌有很大的同质化 W品牌 完全的夜店时尚风 无论是曾经的北京W 还是现在上海W 以及新开的西安W 亦或是纽约时代广场的W 或者是巴塞罗大海滩边上那W 都是浓浓的夜店风就对了 JW万豪品牌 这个里面呢 其实包括两个品牌 除了JW万豪品牌以外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JW马奎斯万豪品牌 我更喜欢后者 服务更细致 硬件看着更踏实 比如说华盛顿的马奎斯万豪 纽约时代广场 也有一家马奎斯万豪 曼谷娜的广场边上的 皇后马奎斯万豪 还有咱们上海去年刚开业的 上海JW 侯爵万豪也相当不错 无论是这个菜品 还是房间装修 还是选址在黄埔江边的景观 都是一等一的赞 如果您觉得我总结的还不错 麻烦您点个赞 喜欢的话呢 关注一下 下一集啊 咱们聊聊万豪集团里边的 高级品牌 跟精选品牌 这两个部分 这次再次 咱们 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本集团里边的 需要